拉夫罗夫访华,中俄谈出大结果,最近中国的外交可真是太猛了,世界各国访华可谓是成群结队,耶伦访华还没走呢?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来了,相比中美扯来扯去,不过是彼此给对方多留点空间,以及美国想继续忽悠中国一把外,中俄的合作可就真的是太丰富了,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,不是盟友圣死盟友, 合作起来全是高大上影响全球的干货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官方微博,直接列出了12项双方会谈披露的主要内容,在这12项主要内容中,其中5项有关中俄联手合作的事业非常重磅,值得深入分析解读,第一项是中国和俄罗斯商定西纳志同道合的国家,开启欧亚安全对话,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这项合作的意思?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意识到,彼此在地缘政治安全上,需要互相建立,需要相互形成支撑,并且共同推动地缘安全方面的广泛合作。 中俄商定西纳志同道合的国家,开启欧亚安全对话的意思就是中俄联手招聘小弟,只要加入到中俄的合作框架当中,就是中俄两国的兄弟国家。 开启欧亚安全对话的意思就是,大家通过沟通提高彼此的地缘安全水平,这一项当然不像北约那样搞军事同盟,但以中俄关系为样板,向外拓展双边或多边关系。 就是那种不是盟友圣死盟友的关系,就是共同维护彼此安全的一种新方式。 这一条的意义在于,中俄已经找到了更加深入的战略协作之道,联手拉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入圈,一起提高地区合作水平。 第二项是中俄将共同对抗破坏全球供应链的企图。 谁在破坏全球供应链?答案很明确,使美国,看看美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,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 再看看美国施压荷兰,不准向中国出口光刻机,以及施压多个盟友,不准与中国进行芯片合作等,其本质都是在破坏全球的供应链。 但是中俄的合作可以破解,譬如美国制裁俄罗斯,结果中国把那些被砍掉的需求都接了过来,俄罗斯适当降价,中俄各取所需,各获其力。 有人说俄罗斯便宜卖给中国能源不是吃亏了吗?其实并不吃亏,一则西方市场已经没有了,卖得出去就是好。 二则中国压价并不是那么严重,适当压价。三则是俄罗斯原来进口美西方的产品,价格普遍较高,现在购买中国的产品则只有价廉,最终又省钱了。 综合来看,中俄合作很大程度上,迫起了美西方破坏全球供应链的企图。 第三项是王毅在会谈中,针对西方双重遏制提出双重抵抗主张。 什么是双重遏制?就是同时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遏制。既然双重遏制是同时遏制中俄,那么与之对应的双重抵抗,就是众俄联手抵抗美西方对中俄的遏制。 直白说就是众俄接下来将更紧密合作,共同应对美西方的遏制和打压。 第四项是中方主张召开,有莫斯科和基辅参与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。 这就是中国解决乌克兰的路线图,即把俄罗斯和乌克兰安排在一个谈判桌上,并且拉上国际上大部分国家。 大家一起谈出来一个和解的结果来,对于中国的路线图,俄罗斯不止一次表态支持,中国主张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。 那为啥俄罗斯还支持中国路线?很重要的原因在于,俄罗斯想要的并不是乌克兰的领土,而是乌克兰的灵魂。 只要乌克兰承诺中立,将中立写入宪法,只要实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,俄罗斯可以做很多让步。 说白了俄罗斯只是不想北约顶到自己家门口而已,这场战争普京并不想打,只是迫不得已。 中国这个提议,其本质是中俄联手,共同推动东欧的政治经济秩序重组,从而推动更大范围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。 第五项是俄中打算在金砖国家和上河组织框架内,解决制裁措施的问题,这一项我还没有充分理解其中内涵。 但在金砖国家和上河组织框架内,解决制裁措施的问题很有意思,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加入金砖国家和上河组织,就意味着所谓的西方制裁,在这两个组织框架下,将不会受到影响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我的理解是中俄在这两个组织下,联合更多国家对冲美西方国家的制裁,同时中俄又在安全上对相关国家提供政治保护, 即无论美西方是否制裁,在这两个框架下的国家该干啥就干啥,大家看看这五项,是不是明晃晃的大结果。 中俄联手抵抗,这才是美国噩梦。 美国的综合国力,并不能支撑起同时对付中国和俄罗斯,现在还有伊朗,以及更多国家,早在上个世纪末期美国鼎盛时期,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布热金斯基,在其大席局一书中就强调,一定要避免中国、俄罗斯和伊朗联合起来对付美国。 然而很显然美国今天的政客,没有重视不热金斯基的话,他们疯狂与这三个国家为敌,并把这三个国家给逼到联合了起来,事实上逐渐连起手来的国家,何止中国、俄罗斯和伊朗呢? 大家忽然都意识到,原来是美国阻碍了他们的发展,而且美国看起来不如他吹得那么厉害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,过去可以同时打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美国,竟然搞不定一个胡赛武装,这些都表明美国综合实力的下降。 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沟通中,王毅外长表示,中俄必须抵制冷战思维、霸权主义和国际干涉,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针对美国,正在干或一直干的三件事。 王毅外长同时还表示,中国反对集团对抗,特别是在亚太地区,中方认为北约不应将手伸向这一地区,中国实际上这是点明了美国的意图,美国一直想把北约拉到东亚来。 然后拉上盟友一起对付中国,搞针锋相对的新冷战。 中国的态度是,北约当初是冷战的产物,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拒绝新冷战,所以北约就不应该把手伸到亚太地区。 中国敢这么提出来,就表明中国有这个能力来做到不让北约染指这里。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,中俄的战略协作与配合也很重要。 中俄联手可不止仅仅是在一个地区,可以对冲美国的力量。 在东欧,在乌克兰战场,中国坚决不与美西方铜锣核无制裁俄罗斯,并且还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,客观上就是对冲掉了美国的战略压力。 在亚太,中俄联手巡逻,客观上对冲了美国将美日韩联盟,纳入北约体系的企图。 在中东,中俄联手同样起到了对冲的作用,否则以色列早已大杀四方了,正是中俄的联手协作,才让以色列被困在加沙无法前进。 当然中俄联手可不止这些,因为中俄的联手,实际上让美国陷入了战略困境,一方面中俄联手,美国没办法各个击破,另一方面美国无法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,但客观上却出现了巨大的战略消耗,如此持续,最终无法继续对抗下去的一定是美国自己。 对美国来说,其实它现在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少,在现阶段退下来,那样无疑全球霸权彻底崩溃,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,美国的话语权份额弱化,不退下来继续向前硬杠中俄,自己的消耗越来越大,总有一天美国会撑不下去,美国已经陷入了自己挖的大坑,美国到底是自救,还是把盟友给填进去自己先跳出来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